新年一史 歼20飞机的总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伟 通过央视给未来的歼20书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这封信的题目就叫 写给2035年的歼20 其实内容更像是一首诗 风格魔法了诗人余光中著名的诗作《香愁》 很多军事爱好者纷纷评论说 读了这封信再想想歼20从首飞到入役 七年来的历程忍不住 扇认了一下 写给2035年的歼20 2018年1月1日 央视新闻频道在晚上11点播出了一个特别系列节目 写给2035年的信 其中歼20总师杨伟写给2035年歼20的一封信 让无数军迷看到后煽然泪下 在节目中 杨伟总师首先承认自己是歼20飞机的总设计师 也是歼10系列改和骁龙飞机的总设计师 这是杨伟总师首次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是歼20的总设计师 央师的报道也透露这是杨伟首次以歼20总设计师的身份 接受采计师 此前 央视只是援引外界消息时 曾披露过杨伟总师的身份 杨伟总师表示 而在节目中 杨伟总师对于中国广大军迷的肯定 足以让所有的军迷欣慰落泪 因为他在节目中说道 杨伟总师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只有军迷就怀着一腔的热血这样子来跟踪 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社会逐步的属于非正常消息得到的杨伟总师进行收费了 长大后 你是珠海航展的惊鸿一撇 自豪在这一头 振奋在那里 而现在 你是战英家族的不老传说 引领在这一头 西纪在那里 在节目中 杨伟总师以访谈形式透露 在2035年 歼20肯定是中国战英系列里面的骨干中的骨开 我们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会有适应的新的战机出现 好的 节目一开始 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做口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 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著名的空军装备专家 宋新知 宋老师 欢迎您宋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宋新知 空军装备专家 资深航空专家 同样邀请到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军情观察员 黄国志 黄老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黄国志 现代兵器资深编辑 以及军迷观察员杨俊燕 欢迎享乐 主持人好 杨俊燕 互联网从业者 资深军事爱好者 喜爱并熟悉各种装备知识 好 三位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 也已经看到G20总是杨伟 写给未来G20的一个寄语 其实当时这封信 在网络上被爆出的时候 非常多的军迷朋友 都是心潮澎湃 想问问三位 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宋老师 我觉得杨伟是把 G20当他孩子一样看 就是自己的一个设计产品 现在正式加入 中国空军的服役行列 当年这个歼10 正式装备空军的时候 他的总师 宋文冲也说了一句话 我们歼10 18岁了 参军了 那就真是把他当成 自己儿子一样看 那么现在这个 G20也进入这个阶段了 就是开始进入军队 开始服役了 那么杨伟 实际上也是把他 当作自己的一个孩子 他对这个飞机 肯定是非常自豪的 就是说我们国家 我们这个设计团队 我们这个工厂 能够把这样一个 高技术水平的飞机 设计出来 生产出来 而且达到了军方要求的 各项设计指标 正式进入军队进行 咱们说保卫祖国领空的各项作战任务了 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呢 杨伟他写的是海空卫士 那也就是说 他描的可不光是空军 他还描着海军 就是德智体美劳 全面反应 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充分 所以我们想 杨伟肯定是对他这个作品非常满意 而且是寄予厚望 黄老师 您的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 也像那个松老师说的 就是杨伟是 对G20寄予的感情 就是像孩子一样 而且他对G20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就是撑起我们国家 未来的几十年的这个天空的这个安全 我觉得把杨伟称作G20之父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俊杰 我觉得也是 就是第一次看G20是非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是 看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出来 然后一转就是七八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G20又服役 然后到现在这种 就是感觉他真的是一个父亲一样 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 茁壮成长 就这种 我们作为君迷也是一样的感觉 就非常感慨吧 总是杨伟写到G20问世之初 是西南异渝的电光石火 喜悦在这头 质疑在那头 他说的质疑究竟是什么 七年来 歼20研发团队又是如何迎难而上 破除种种质疑的 军情解码正在聚焦总师赠师 歼20四大节点印象深 敬请继续关注 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和自豪的说 我们军情解码栏目也是伴随着 歼20一起成长的 为什么那么讲呢 因为在2011年1月 军情解码刚刚开播 当时歼20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 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同事们正在紧锣密鼓的 为栏目寻找着各种各样的选题 突然就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据说是在成都拍摄的 当时呢在天空中一架黑色的战机 正在平稳的飞行 从外形上来看 它与我国当时已经服役的主力战机 很不相同啊 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的第四代隐形战机F22 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歼20第一次试飞时的场景 那么歼20飞机总师杨伟在说 喜悦在这一头的同时 为什么还会说质疑在那头呢 写给2035年的歼20 新年一时歼20飞机总设计师杨伟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在他亲手书写的写给2035年的歼20中 杨伟提到 出生时 你是西南一旅的电光石火 喜悦在这头 质疑在那头 时间回溯到整整七年前的2011年1月 当时环球时报刊发消息称 据成都网友目击 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已于2011年1月11日中午12时50分左右 进行首次升空飞行测试 13时11分成功着地 相关报道称 歼20的整个首飞过程是在歼10S战斗教练机陪伴下完成的 历时大约18分钟 取得成功 在歼20成功完成首飞落地后 是非现场内外欢呼声一片 机场外的围观群众也接连放弃了鞭炮 此前在2010年12月25日27日和28日 美国的航空周刊曾在其官方网站 连续登载三篇有关中国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文章 热议被称为歼20的中国神秘战机 在2010年底发表的这些文章当时提到 中国国内一家著名的军事论坛中 发布了多张疑似歼20的照片 其中一张图片显示 一架大型似乎具有隐形性能的战机 正在接受测试并沿某未知的机场的滑行道滑行 如果得到证实 这将是中国第四代多用途战机歼20出现的第一个证据 虽然仍有疑问 但西方军事专家还是接受了这些图片 他们认为图片中的飞机应该是真实的 而且早就应该出现了 当时外界对此的报道是 中国有资金 工业技能 科技基础 这使得中国有更大的自由度 可匹配或超过美国现在已经存在20年的设计 在2018年新年寄语中 歼20飞机总设计师杨伟提到 2011年歼20首飞时 喜悦在这头 质疑在那头 有分析认为 他的这句话显示在当时 西方国家对中国能否研制第五代战斗机 存在较大的疑虑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当时就曾宣称 中国的确在研发隐形战机 但2020年前不可能拥有第四代战机 有分析认为 他的这句话显示在当时 西方国家对中国能否研制第四代战斗机 存在较大的疑虑 宋老师 刚才通过短片呢 我们也看到杨总师特别写了一段话 或许会引起大家的一些猜测 他说喜悦在这头而质疑在那一头 我们其实可以回看七年前 当时歼20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那么您能先为我们回顾一下 您当时所知道的第一时间的消息 作为一名老空军 歼20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肯定是 比大家可能稍微早一点吧 我看到的时候第一感觉的就是 它是一个跟世界潮流完全不一样的创新产品 因为美国人采用的是后尾式布局 俄罗斯的特务灵也是后尾式布局 没有人采用压式布局 而我们的歼20是延续了歼10的 这种设计的基本系统布局 就是一个压式布局 它的那个操纵翼是在前面的 而且这个机身拉得非常长 原来坚实如果是一个禁具偶合的压式布局翼 那么它已经不是禁具偶合了 它不但是前置压翼 而且在压翼和主翼之间 它有一个边条 这个是我的理解是 就是要给这个飞机的主机 用窝声力来进行充分的增生 我觉得很大胆 而且确实替它捏把汗 它行不行 能不能够达到军方的各项要求 那您觉得杨总是他所口中的写的这篇说 质疑在那头 他所说的质疑是哪些质疑 包括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人都有 包括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也都有 所有这些疑问都是存在的 所有的疑问就会带来 所有我们未知的风险 那么问问俊燕 你在关注G20的时候 有没有担心过这些 可能刚才宋老师提到的 种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所带来的风险 我也担心 其实那个时候网上很多报道 一种说法是它太长了 说像战斗轰炸机 然后另外一种说法说 压抑制布局是不利于隐身的 就是种种质疑声 然后我也想问两位老师 这么多质疑 就是咱们经过七年的时间 是不是就 就是已经是 这种质疑声渐渐小了 然后我们这种研发团队 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是从2011年 我们看到2001号 这个当时应该属于 技术验证机首飞 实际上到最后的2011号 这已经到了一个原型的阶段 从这个一直到最后 这个属于我们叫量产型的 这个G20生产出来服役 实际上它走过了一个 就是说从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论证 最后到实现这个 真正实现这个设计指标要求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这个难度的话 不比一开始这个 一开始这个方案设计要简单 所以我认为的话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国家 就是航空工业的一次制的 就是飞跃 2016年 为何成为G20发展史上 第二个重大节点 曾经亲历驻海航展现场的专家和观察员 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军情解码 正在聚焦总师赠师G20 四大节点印象深 敬请继续关注 G20总师杨伟在新年住院写给2035年的G20的第二段 写道 长大后 你是珠海航展的惊鸿一瞥 自豪在这头振奋在那头 可以说 这是G20发展的第二个重大节点 2016年珠海航展G20飞行表演 我当时也是身在现场 一直到今天 我还记得好多老空军或者是航空工业的工程师们 他们看着看着 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让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感动 长大后 你是珠海航展的惊鸿一瞥 自豪在这一头 振奋在那头 这一句话把人们带回到2016年 2016年11月1日 第十一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正式拉开帷幕 就在航展开幕前 空军公开证实 G20会出现在这次航展 国人会第一次近距离在空中 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G20公开亮相 军情解码在现场见证了那个历史瞬间 当时尽管人们知道了 G20来了的机动声音 只见两架深灰色的G20滑破长空 结伴从跑到西侧 向主席台上空轰鸣而来 G20飞过之后现场非常的激动 我们知道G20的首相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就在刚才在珠海航展的现场 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著名的是飞专家 尹建峰先生 尹先生你好 尹先生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刚才这短短的一段时间 我们G20的首秀在您看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我看首先是广大军迷 尤其是航空迷的一个节日 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来了两个非常轰动的重量级的神秘的客人 咱们国家研制的新一代的 隐身的重型的战斗机 G20 而且是双击编队的到达了现场 其中一架小鸡呢 还在现场做了一些机动的动作 总之呢 今天我感觉 20出现呢 是一个军迷的这个节日 这个长了我们的志气 长了我们的 撞了我们的国威 流线型的银灰色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虽然全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 但是这足以显示出 G20非凡的飞行品质和高超的机动性 让在场观众都兴奋的感到不需此行 哇 刚才看过这个G20的表演真的非常的激动 其实从之前呢 就一直在期待 G20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而且在珠海呢 做它的首秀 虽然刚才只有短短的200秒 但是G20的出现的的确让人感觉 内心快要爆炸了一样 哇 两极的编冻 低空的通场 而且呢 一架飞机这个飞走返航之后呢 另外一架飞机还做了各种的这个特起动作 时间很短 但是在心里面产生的这种震撼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在我们身后展示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G20的照片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张照片相信非常多的GV朋友们会很熟悉 因为它是2016年的珠海航展 当时这张照片放出来的一个官方图片 那么接下来邀请宋老师到我们图片前 为我们做更细致一部的分享 好的 有请 这张图片相信很多GV朋友们都非常熟悉了 那就是在珠海航展上 当时G20的惊鸿一撇 连总师杨伟都写到 说2016年珠海航展上的惊鸿一撇 自豪在这头 振奋在那头 那么宋老师 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您当时第一次在看到G20向我们普通观众 普通公众正式亮相的时候 当时那份心情 首先第一条就是我们事先已经接到了这个通报 但我当时是不在现场 咱们说看飞行表演的话 现场和不在现场感受完全不一样 现场是一种震撼 那你胸腔都是随着那飞机发动机的那个震动 那个感觉是觉得 第一当然是身力其境 第二是觉得这么 咱们说震撼的声音和动力给你一种不一样的 然后你再看到现场他做的那个飞行动作 和那个潜意和边条拉出来的那个窝声里的那个窝 那给人的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 你在现场一定有体会 对 我当时我和杜文龙杜老师 以及方斌房老师 我们三个人都是在现场 而是在一起看到 就突然听到这个主持人说 说这个G20过来了 快抬头看 就听得轰鸣声永远即进 就过来了 做了两个动作让我们特别印象深刻 一个是水平的 水平的 还有一个是垂直的 垂直爬升 这两个动作 当时太细致的 可能太细致的一些技术动作 或许我们都没有太看清楚 但是我就记得有一个细节 我 房老师和杜老师 我们三个人的手是紧紧握在一起 真的是一直紧紧握着 然后我相信他们俩和我应该是相同的感受 心都提到这儿 真的是太激动了 周期感受 但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从这些照片中透露出的这些细节 我们有能看出什么呢 首先第一条就是 这个特级飞行 我们看它实际上就是 用最简单的动作 展示飞机的水平机动 垂直机动 这两项 这两项做完 你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飞机的水平机动能力相当好 然后它形成坡度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在专就是专业上的术语叫做敏捷性 它其他的那个动作我也可以办 但是你形成这个旋转的速度 角速度的时候 这个叫敏捷性 它能很快的形成 马上开始机动 那么这个是它这一代四代机的一个突出特点 所以我们看到了它在机动的过程当中 边调产生涡胜力 前翼其实也产生涡胜力 但这个窩生涡我们没有看到现场的窩 所以不太好评价它 但是从这个里面看 这个飞机对窩生涡的利用 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好 非常感谢宋老师 请回坐 好 黄老师 当时您在现场吗 当时我在现场 跟我们分享分享 您当时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 是的 也是相当激动 因为当时我就站这个跑到边上 距离也是更近一些 然后G20来的时候 虽然很短 就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这个样子 它的像刚才宋老师讲的 包括一个爬升 包括一个小斑地盘旋 确实展示着它非常 非常粗色的这个低空这个机动性能 而且我注意到是 它当时这个整个飞行表演这个速度 一直是很快的事 也说明它这个低空这个大速度 是状态下的这个机动性能 还是非常不错的 2017年为何成为 G20发展史上第三个重大节点 G20总师杨伟写道 G20是祖国海天的坚强卫士 担当在这头 威慑在那头 我们又该怎样理解 威慑在那头的含义 军情解码正在聚焦 总师赠师G20四大节点印象深 敬请继续关注 作为G20飞机的总设计师 杨伟用诗歌的形式 回顾了G20在2011年问世 2016年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这两个重大时间节点 而第三个重大时间节点 毫无疑问 就是2017年 因为就在这一年 G20正式入役 并且在诸日和沙场阅兵上 也有着 出色的表现 新年一史 G20总师杨伟在新年寄语中写道 后来啊 你是祖国海天的坚强卫士 担当在这头 威慑在那头 这一句话 让人们不禁回想起 刚刚过去的2017年 堪称是G20发展历程上的 三个重大时间节点 在去年9月28日举行的 国防部例行剧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G20飞机已经列装部队 试验试飞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推进 这是中国军方首次确认 G20已经列装部队 不过对于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 军事爱好者们的表现 显得要淡定很多 因为在2017年7月30日举行的 诸日和沙场阅兵中 G20方队已经首次亮相 并以三机编队通场 这是继珠海航展后 G20第二次公开亮相 在这次亮相中 G20的表现让外界格外关注 通过机舱内部摄像头 军迷们首次看到G20的座舱 从画面中 看出G20座舱世界一流 后面基本没有遮挡 还可以随时观察压抑 以及进气道的状态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飞行员的头盔 据悉 G20飞行员的头盔 区别于其他三代级飞行头盔 是专门为四代级研发的新型头盔 这款头盔外形简洁 但在功能上绝不简单 从头盔造型 复合材料使用情况来看 这绝对是一款 媲美世界尖端飞行头盔的先进产品 对于G20的性能究竟如何 此前军迷们曾有过诸多的猜测 而G20的飞行员则在采访中 给观众们透露了答案 G20飞行员张浩表示 G20机动性特别的好 竟如处子动若脱兔 飞机的压音速性能不错 一进入了超音速 就是它的天下了 机动能力较以往的三代机 有非常大的提升 战机的信息化程度特别的高 各种传感器都非常先进 造就了它一个信息融合的程度 战场对你越来越透明 在报道中 G20飞行员特别提到 G20起飞不用压杆 靠所谓的意念就可以了 这样的描述 引起了不少军迷对中国 隐身战机性能的兴趣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几年在关于G20的一些报道中 不少专家对G20机动性 诸多肯定性的描述 其中令人印象比较深的是 在2015年4月底 有媒体刊发了一组 G20战机是非的图片 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图片显示 一架编号为2013号的G20 正在进行低空机动测试 展示了小半径转弯 垂直爬升接筋斗 低空横滚 小速度低空通常等动作 其中G20低空侧身飞过的照片 甚至可以清晰看到 机头部位的特写 包括雷达罩布局 座舱和压役等细节 根据这些照片 有媒体称 G20战机在战斗过程中的 战位抢位能力和速度非常棒 机动性 甚至超过美国F22战机 2017年是G20的 第三个重大时间节点 现在在我们身后大屏幕上 展示着这张照片 我相信朋友们并不会忘记 因为刚刚在半年之前 不到半年的时间 朱日和沙场点兵的时候 精彩亮相 同时宣布正式入役 这个时间节点 对于G20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黄老师 到我们大厅前 对我们做细致的分析和讲解 有请 黄老师 这一次亮相的G20三级编队 那么据您所观察 媒体方面 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媒体 对于2017年 朱日和沙场阅兵亮相的G20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报道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这就标志着我们国家是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就是正式装备服役第四载战斗机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了 所以外界呢 对这个这次G20亮相的主要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就是这个赞叹 因为等于是我们国家这个航空工业是建国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 而其他国家像发达国家 包括美国呀 包括俄罗斯 欧美国家 它的航空业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等于我们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 走过了其他国家 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这个历程 这个成就是我们绝对是让外界去进行赞叹的 另外一个就是震撼 因为我们看到G20它服役的话 而且这三架的话 它有很明确的这个五位数的这个服役的编号 对 这就代表了至少就是说 它现在已经装备部队的话 应该在我们国家的空军应该是包括视讯部队 或者是将来到作战部队 那就意味着它将来距离这个形成战斗力已经不远了 这个就是给外国的国外媒体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说今后这个天空上 并不只是说美国的F22它是主宰了 有了我们G20它就有对手了 好 非常感谢黄老师 请回座 黄老师提到的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一次亮相的三架G20 它上的编号和我们之前看到的编号都完全不一样 五位数了 按照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话 就是正式的发军装了 对 您的感受是什么 这一次亮相的G20 这个三级编队的一个咱们说参加朱日和的这个阅兵 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检阅队性 这个检阅队性就不同于咱们说驻海航展那样的一个带有展示和表演那样性质的一种飞行 它不一样 因为我们国家的习惯 凡是参加正式阅兵的 必须是部队正式装备 这个是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三级编队 而且我们在网上还看到五级编队 对 什么含义 它可不是单机到部队 单机到部队那是检测 就是到了部队以后我继续检测你的性能能飞多快 能飞多高啊 这个武器挂载行不行 它还是一种试验 如果是这种编队出现的 一般它已经进入战术科门的考核 咱说有掌疗机协调配合问题了 那什么含义就是 等于军方已经非常快的节奏 来开始让它进入实战对抗的这样一个检测 这个是非常让人鼓舞的 歼20入役 日本美国落了阵脚 为对付歼20 日本说要引进曾击败过F22的电子战飞机咆哮者 美国放出风来 要重启F22的生产线 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军情解码 正在聚焦总师赠师J20 四大节点印象深 敬请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国际军事栏目 军情解码 本栏目是为您提供全面养老金融服务的北京农商银行 特约播音 正如一些军事专家所说 和F22 F35相比 歼20除了目前的动力装置还差一些之外 很多方面是都可以和F22抗衡的 而它的飞行性能 航程 载弹量和综合作战能力都明显超过F35 这也难怪歼20正式入役 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在歼205G编队训练的视频照片公布之后 有报道称 日本美国方面一时间是手忙脚乱 接连琢磨该怎么应对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2017年6月 媒体上出现中国空军歼20战机 进行多机编队飞行的图片和视频 引发关注 相关视频和图片显示 5架歼20战机以人自行编队飞行 飞行过程中 编队右侧第二架飞机 依次放油或者拉烟 军事专家杜文龙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如果歼20进行密集编队飞行 说明飞行员已经对飞机性能的了解和信任达到较高的水平 这也标志着在空军的作战序列中 歼20战机初步的训练已经完成 正在向深度训练转变 歼205G编队训练的消息 也引起了日本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 甚至有评论称 面对进展神速的中国四代机歼20 日本美国显然有些手足无措 乱了阵脚 今年1月1日 日本媒体放出消息 称安倍政府正在寻求 引进诸如美国EA18G咆哮者这类电子战飞机 相关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希望把采购纳入2018年底的中期防卫计划 在2019至2023财年期间 购买咆哮者之类的电子战飞机 电子战飞机向来被认为是进攻型空中力量的核心装备 而号称专守防卫的日本自卫队 之所以打起这种武器的主意 据说很大原因是中国空军歼20的出现 让日本政府如坐针毡 有军事专家指出 有可能加盟日本自卫队的电子战飞机咆哮者 实力不容小缺 能够对抗以歼20为代表的四代战机 因为此前在美军内部演习中 咆哮者是历史上第一架 模拟击落F22猛禽的三代战斗机 无独有偶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从2017年10月开始审核一份报告 报告的内容是 该委员会向美国国防部询问重启F22战斗机生产线 生产194架F22战机 到底需要多少资金 公开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空军已经拥有187架F22战斗机 若再生产194架 它拥有的F22猛禽战斗机的总数将达到381架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马克索恩伯里和国会其他成员认为 因为中国的歼20正式入役 所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2009年 关闭F22战斗机生产线的理由 已不再适合现在的形式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时候大屏幕上放出的这辆型飞机 其实尖20我们就不用说了 我们来说说EA18G 它是什么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对 那他们之前可能说 通过测试也好什么也好 击败过F22 所以把它来对付尖20 您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是摒弃乱投意 实际上EF18G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美国空军的 曾经在冤枣战争使用的一种叫野油鼠 是 就是专门打对方的这个雷达呀 什么这个这一类的设施 但是它在红旗军演中 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突然意想不到的好处 就是因为它的干扰能力非常强 干扰吊舱很多 能够在很广的频谱那一通全干扰 全干扰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破坏了F22的超视距攻击的前提 结果F22居然被EF18G给击落了 那么这样就给这个美国空军一个启示 就是说 哦原来我可以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 抑制对方的超视距攻击 所以它突然想起来 我拿一个三代机 用电子干扰的方式 能不能对付J20呢 起码是一个死马当活马 咱们先找一招先试试吧 就先想出一招 对先有一招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思路 但这个思路能不能成功呢 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这个疑问咱们暂且扣条了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疑问 也是近一年的时间 被全球的军迷都比较关注的 就是美国方面表示要重启F22猛禽的生产线 我不知道军燕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 有什么样的关系没有 我也听说过这个消息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黄老师 就是是不是这种消息属实 美国是不是确实重启了F22的生产线 这个消息传出过 但是到现在已经没有后文了 因为这个F22它事实上是在2009年 最后一架下线 的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生产线关闭之后 再想恢复是非常难的 不仅是说你这个生产设备啊 工装 家具各方面 已经说的是有的都废弃掉了 有的或者是回路另造了 你这个人员方面 技术人员包括这个装配工人 你很难找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美国的落马公司 它的主要的任务 还是在这个生产F35 它现在连这个F16的 这个主要生产线都已经 等于要给F35进行让位 所以它将来的计划是到2020年 F35要每年达到100架以上的产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根本没有力量再去重启这个F2的这个生产线了 众多空军飞行员纷纷表示 希望在2018年能够开歼20上天 从中我们能够解读出什么信息 歼20飞行员张浩曾表示 歼20是踹门一脚 一根针或一张网 对此又该怎么解读 军情解码正在聚焦总师 赠师歼20 四大节点印象深 敬请继续关注 在2017年 军民们最难忘的 恐怕就是朱日和的沙场点兵了 从歼20到歼10C 歼16这些空军最新型的战斗机集中亮相 让我们是开心不已啊 而驾驶歼16的飞行员白龙 更因为阳光俊朗的形象 和稳健自信的谈吐 被大家所熟悉了 新年一史 面对央视的镜头 他许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那就是能够在2018年 驾驶歼20升空 新年一史 面对央视军事报道的镜头 白龙又和他心爱的坐骑 国产歼16多用途重型战机 一起出镜了 2017年 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同凡响的一年 因为今年我第一次 执行了阅兵任务 我希望18年 我能够驾驶上中国最好的四代机 我也会为了这个目标 不懈地去努力 将来成为中国最好的飞行员之一 有分析认为 白龙的表态说明 随着歼20装备部队 越来越多像白龙这样的 年轻优秀飞行员 能够成为驾驭他的人 加入空军某部部队长张浩 领衔的歼20飞行团队 更有军事专家认为 C-10C和殲-16雷达 航电架构和殲-20具备很大的类似之处 都是具备所谓的 飞火推一体化能力 因此也方便了三代改进型战机飞行员 改装四代机 所以让更多像白龙这样的年轻飞行员 驾驶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 也是中国空军 努力打造大国之役 非常重要的思路 这是和每一年接收多少新型战机 同等重要的大事 而在之前 央视军事报道节目 也报道了在部队服役的 歼20的新闻 采访中 歼20飞行员张浩表示 据了解 张浩是现今公开的 歼20战机的首批飞行员之一 在2017年的 诸日和沙场阅兵中 曾作为带队掌机 率领三架歼20接受检阅 如今 身份已经转变为 空军某中心主任的 张浩的一席话 相当的具有权威性 那么军演 刚才在 我们放出的短片当中 其实央视的相关的采访 采访这个 歼20的飞行员张浩 他对歼20 自己驾驶的歼20 实际上是有一个评价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对 他说一根针破一张网 就是 我也想问一下宋老师 就是 您对这个 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他这个里面呢 我们不说 咱们自己的评价 我们说 美国媒体的评价 美国媒体的评价 注意到 歼20飞机有一个特点 就是那个飞机的 机头下方 有一个钻石型的 探测 对 有一个 那个是装光电探测系统设备的 他非常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F22是没有这个 只有F35有 为什么 因为F35是实行对地攻击的 他说一般按你们中国的说法 这个歼20是一个重型的制空战斗机 制空战斗机是不负责对地攻击的 你只是负责打空战 消灭对方的空中威胁就可以了 把空域给我扫干净 然后其他任务 对地面攻击也好 对水面舰艇攻击也好 其他危机来打 是 他说你装那个钻石型的探测舱 那你还有对地攻击任务吗 那你那太可怕了 你是按照张浩说的那个 驴门一脚 你可不是来跟我打空战 你上我头上来扔炸弹呢 你一根针破一个网 你是来进来以后 就把我的防空系统彻底搞乱点 美国人的评价 这一条也是歼20最令人害怕的一条 所以我想 我们的歼20应该不只是 或不仅仅是一个制空战斗机 同样它还附有隐身的打击任务 那这就确实让人不可小视 为何总师杨伟表示 到2035年歼20将是骨干中的骨干 为何更有人认为 全面超越歼20的下一代战英 有望早日展示高飞 军情解码正在聚焦 总师赠师歼20 四大节点印象深 敬请继续关注 我们说 金20总师杨伟的新年纪雨 透露出了四大时间节点 前三个节点 分别是2011金20横空出世 2016珠海航展首次公开亮相 以及2017年正式入役 参加沙场阅兵 那么第四个时间节点 是什么时间呢 答案就在杨伟纪雨的标题当中 写给2035年的歼20 17年之后的2035年 歼20乃至中国空军的面貌 又会是什么样的 新年一时 歼20飞机总设计师杨伟 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在报道一开篇 杨伟就表达了 对于2035年时歼20的认识 所有的战斗机 都会为守护主国的蓝天秘工 但是在未来 在2035能够立最大的 能够起到最大的 就是歼20 其实在这次采访之前 身为歼20飞机总设计师的 杨伟就曾表示 其实歼20的出现 只是一个小目标 中国航空人未来 还有更大的目标 杨伟曾说 歼20只是走向中国制造 2025的途中 中国航空人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我们不应自满 因为我们还远未抵达终点 在向着中国制造 2025这个宏伟的大目标 的迈进过程中 中国航空工业多年来的 创新机电还将继续爆发 因为未来的世界航空装备 制造业竞争激烈已久 我们的对手会根据我们的装备 来调整自身装备的发展目标 而我们也绝不能鞠躬自傲 止步不前 必须继续努力发展新装备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助力 此外 有空军装备专家指出 歼20身上的先进技术 会反补到其他机型上 歼20应用的隐身技术 气动设计技术 飞机和发动机控制技术 武器火控技术 通信导航技术等一系列 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 将逐步显现 辐射到其他三代机上 或者用到下一代其他的平台上 带动空军装备体系的发展 同时 歼20对空军作战体系建设 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拉断 这对空军的训练模式 训练体制 都将提出新的要求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中国空军综合战斗能力 对于杨伟在新年季语 最后一节中提到 现在 你是战役英家族的不老传说 引领在这头 西翼在那头 外界判断这段话 含有两个重要的含义 首先就是 歼20是2035年中国战役的骨干 可能意味着 不但空军要装备歼20 海军也可能装备歼20改型 其次就是中国已经在准备发展 设计第六代战斗机 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大家普遍认为 从西翼在那头这句话判断 其中的西翼二字 或许意味着 全面超越四代机歼20的 中国全新第五代战机 有望早日展示高飞 而2035年 很可能是中国第五代战机的 重要节点 关于歼20的第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就写在杨伟总是的新年际语里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注意到 其实不是新年际语 而是新年际语的这个标题 至2035年的歼20 很多朋友呢 第一时间会想 至未来的歼20 但是这个时间节点 2035 我们能够读出什么吗 黄老师 一个呢就是说 从歼20的发展来说 2035年 就是从现在我们再过17年 实际上一款战斗机 它在服役到 15年到20年这个阶段的时候 正是它战斗力最强的时候 这时候 它战斗机本身这个 无论是各个子系统也好 包括整个总体性的也好 都经过一次或几次的大的升级 它一直是保持在这个 就是说世界的一流 世界前列的水平 另外一个 我们这个空军飞行员 它在这个十余年的过程中 已经相当熟练地掌握了 这个歼20整个 包括战术 包括整个战术使用 怎么如何配合 如何与其他进行配合的 这个各方面的 这个使用的 使用的这个技术 所以说这个时候 无论是我们飞行员 无论是我们这个歼20 它的这时候 它战斗力是最强的 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说 到了2035年 到时候我们的五代机 应该也应该可以出入征容了 到时候 因为这个战斗机发展 它已经 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 然后乘上起下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五代机 会是什么样子呢 它是不是在我们 歼20的基础上 又有哪些发展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 杨阳院士对2035年 不只是对 J20的一个期望 而且是对我们国家 第五代战斗机的 一个期望和期盼 也是对航空人的 一个希望和期盼 因为杨院士 杨总是特别提到了 还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引领在这头 西纪在那头 而且宋老师 他特别提到了 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J20只是 我国航空人的 一个小目标 对 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 首先第一条 作为航空界的 一个普遍做法 是生产一代 研制一代 预言一代 我们把它形容得 再通俗一点 是这个刘不成元帅 曾经对 淮海战役的经验总结 是吃一个 加一个 看着一个 但实际上 各国家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们说 当歼20 正式完成 研制任务 进入生产阶段的时候 实际上 潜台词就意味着 我们下一代战斗机的 预言已经开始了 杨总在这个诗里面提到 2035年 我的 感觉的这个 潜台词是 2035年 我们会有新一代战斗机出现 这个我想他们已经在努力了 而且这才是他们更大 更长远 更宏伟的目标 这得问问军迷 军远 2035年 期盼着我国的 更新一代的战机出现 期盼 当然期盼 就是之前也说过 有很多想象 说是 甚至是说 夸张到说 那个五代战机会变形 当然我们也很多想象 当然希望 他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比歼20更加网红的 一个战绩 更加网 好 今天呢 我们通过杨伟总师的 《新年寄语》的一首小诗 来对于G20的四大时间节点 进行的一个阐释 当然我们也希望 就像刚才三位所提到的 到了2035年 不仅仅G20 是我们的主力战机 同时四个四十多系列 好 非常感谢三位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也感谢你们的收看 那么今天的军情解码 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谢谢